就是手機這個部分 那它的需求 上面這邊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這個是最後要的結果 所以這邊第一筆記錄的話 就是0911 然後一個-符號 補0 -符號再補兩個0 所以呢補幾個0 其實就是這題的重點 補0嘛 其實你工作裡面會有很多是要格式化的 也就是說你可能 你的編號來源可能是根據什麼 根據這邊的資料加這邊的資料加這邊的資料 串出來才會是一個它的編號 那你這個如果說人工來做 其實當然 不是正確的方法 理論上應該是要透過程式 幫你自動產生 那可是要怎麼解決 所以第一個呢 當然我們要補幾個0 如果我用的是IEPT的話 那你可以先參考IEPT這邊有一個類型題 假設這題題它是 如果它滿100個銷售量 它是一顆心 如果200兩個意思類推 所以這邊當然如果你要幾顆心 你可以插環數 游標放在C3上面 那找到我們類別裡面 切到文字來 那以前你 不知道什麼 就是從選全部也可以啦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慢慢分類 那我們學習的話呢 可以按照它的類別 各個各個擊破 那這個地方呢 不是要你去死背 而是你要先去了解它的類別 然後了解它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當然也許暫時用不到 可是如果說呢 至少有瞄過 以後要用齁 你就拿來用就好了 我想這個才是使用 殘數的正確的一個方式啦 先要不是把背起來 而且很多人就 還一定要把每一個 一定要具細密了解 不一定啦 你只要了解方法 比如說文字類裡面齁 我們要用的是哪一個呢 用那個 IEPT嘛 然後R開頭 當然你不用一個一個往下 不過我是建議啦 這上面每一個每一個齁 有空的話你可以先瞄一下 比如說裡面的話 這些會不會用到 BIG FINE 其實也會用到啦 這是什麼用途呢 轉全形嘛 對 應該有用過吧 那你要轉半形怎麼辦 ASC不就是 有沒有 將全形轉為半形嘛 有沒有 當然不就出來 所以這個是轉全形 這個是轉半形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的資料裡面 常常遇到有做的資料 它就是輸入全形 那全形 你要怎麼一下把它改成 ASC 那如果有些時候 剛好跌倒 你需要把半形的資料 全部轉成全形 那你就用BIG FINE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帳也會用到 比如說你要抓那個 內瑪啦 不過內瑪暫時還用不到 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後面其實還是有機會啦 輸入子類的 call啦等等的 集中的話呢 還有FINE 尋找元素 有沒有 這個也蠻重要的 怎麼說呢 如果你能夠尋找元素 你就會知道 你要找的東西在哪裡 比如說你要找 這個儲存格裡面 哪一個字 到哪一個字 中間的資料我要 其他我不要 那以往你可能要用 人工來做 你要點檔一下 把那個範圍選去 Ctrl-C 接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如果你要FINE函數 就是FINE前面 FINE後面 告訴它前面跟後面 再利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MID Viddle函數 那你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 轉移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後面還有一個練習 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都活用的啦 主要是靈活的 操作這些函數 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就可以變成一個強大的功能 OK 那我們會需要 用到這IPD 所以這個 那當然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 記得它其實是 已經有很多的提示告訴你 但是你要靠 你要看得懂那些提示 比如說 我的習慣一 會先看後面有幾個 這叫參數 比如說 它第一個一定是TEST TEST 就是你要重複哪個字 後面是LUMBERTIZ 你要重複幾次嘛 底下有一些中文的說明 第一指定的字串 重複幾次 有沒有 OK 那當然裡面就 不過它這個 中文喔 有時候不是很通順喔 因為這個作文 感覺是小學生來 找小學生寫的 因為很多地方 當然可能它是翻譯啦 有類似像Google翻譯那種軟體 所以你會翻得怪怪的 但是你 所以齁 這些中文你不要太認真看 不然的話你會覺得怪怪的 這算正常 OK TEST指的是這顆星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顆星搬到這邊來 好 OK 但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一顆星啦 不過因為上面已經有了 那我指向它 重複幾次呢 就是這個消數量呢 除以什麼 100 除以100之後的話 它後面會有1.58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這個前面輸入的位置 後面會告訴你什麼 預覽一下裡面放什麼 有沒有 那這個1.58 最後的話一顆星 那最後的結果放下面 那可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1.58啦 那我們是要把它變一顆星喔 那當然1.58 對最後的結果也不影響 可是應該比較正確的是 就是留下1就好了 1.58不要 所以我如果要把1.58給去掉的話 這邊有提示 INT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這個函數喔 這個INT函數呢 它主要的用途喔 INT是整數的意思 整數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給它一個1.58 它只會留下多少 1 小數點呢 無條件捨具的意思 那怎麼用啊 很簡單 就是把它包在外面 INT有沒有 前刮盒 再一個後刮盒 這樣的話可以看到 只要加上INT之後的話 它這個就會變成1了 而不是1.58啦 不過這一題喔 你有沒有加INT 結果都正確 但是加INT會比較精確啦 有時候我們做事情 當然還是講求精確會比較正確 因為有時候這個地方是不影響 可是其他地方也許會影響的話 那你一定要做喔 那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確定 它會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把那個結果給顯示在這邊 有沒有 那我可以把它自動一下好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向下填滿 但是向下填滿特別注意喔 它會怎麼樣 會錯 等一下為什麼會錯 因為喔 我們剛剛的公司裡面嘛 這個C1是指的對不對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那個裂號的部分有沒有 會幫你加1 這是一個規則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的位置向下填滿 假如不改變的話 很簡單 怎麼樣 在裂號前面怎麼樣 加一個什麼 錢的符號就好了 Dolls符號 OK 那這個Dolls符號呢 主要就是說我要固定在低一點 所以你等下向下填滿的時候 1不要變2 不要幫我增加 OK 有錢就把它鎖起來了 所以如果一個員工要離職的話 你就先說 我先買加薪 也許它就不會離開了 先給它錢就好了 OK 好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錢的符號加一下 不過呢 房間的書籍 很習慣的是 2都加 可不可以 結果會不會錯 對啊不會錯 但是有沒有必要 其實是沒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前面那個 前面的藍 什麼時候要鎖呢 就是當你向右填滿的時候 C才會變D 才會變E 有沒有 向右是藍好增加 向下是D好增加 所以這個概念要有啦 因為很多人 反正就兩個都鎖不管它 可是問題這個會出很多問題 比如說 有的時候是鎖藍不鎖裂 有的時候是鎖裂不鎖 那如果兩個都鎖 或兩個都不鎖 最後結果都不對 什麼時候鎖藍不鎖裂 後面也許我們還有一些例子 會跟各位講一下 這很重要 OK好 所以有概念就可以了 那把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理論上放開 應該結果就做出來了 OK 這個repeat的幾顆C 這應該沒問題 那再來其他的話 有Labs的函數 這個我想 抓前面 Labs顧面C 左邊算起來幾個字 所以請問如果前面四個字 前面兩個 這應該沒問題 但是這題可能會有問題 比如說 吳先生 張小姐 那這題可能會多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啊 比如判斷什麼 性別如果是男的話 那就幫我 輸出一個先生 反思 就是小姐 那要怎麼做 那如果你會的話 很快啦 做完向下的滿 所有的稱位 都完成 但是不會就可能要 那write的話 請問也是 試一下 從右邊算過來幾個字 那區號碼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這一串裡面的02 電話號碼是從第三個字 取到最後的字 所以這個電話碼可能就不能用write 你還是可以用write 這個用labs兩個 這個用write幾個 2468 write 八個字嗎 插盤數 裡面有write 這邊可以 可以試一下write 這個是你要的文字 我要幾個字呢 我要八個字 那你會發現剛好什麼 從6846這邊開始 按確定 向下填碼 好 這出來了 區碼的話就是兩個字 所以用前面的兩個字 你可以用labs 這邊的話 用labs 然後這個資料裡面的兩個字 按確定 這樣的話 向下填碼應該OK的 那還有就是len len len這上面還有啦 指的是這個身份字號 裡面有幾個字 那如果說我要判斷這裡面的字數 是否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len 這個 給它 它需要的什麼呢 test 它會告訴你什麼呢 10個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碼 就有 那當然底下應該是要判斷是否正確 因為身份字號 應該是只能有幾個字呢 10個字嘛 對 11個就錯 所以你可以在這旁邊用邏輯判斷 所以順便講一下邏輯 邏輯是下個單元的重點 邏輯if 如果什麼呢 裡面的長度 等於10的話 那它就是正確的 打一個y好了 反之就是不正確的 打一個n好了 那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你向下填碼 旁邊呢也會出現s或no了 那利用這個 國籍就可以幫我做些簡單的判斷 這個我想可以試試 這個性別的部分 有沒有 如果要顯示男或女的話 那其實關鍵在身份字號的第幾個字呢 所以我們這邊有兩個需求 1 把第二個字抓出來 第二個需求是 再判斷它是1還是2 如果1 那就是男 反字就是女 OK 所以呢 這邊可能會用到 兩個函數 第一個是 不是led 因為也不是right 所以是中間用什麼 mid 插入函數這邊 文字裡面 有一張mid函數 這個 mid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從中間的位置 取我要的文字 所以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你要從start 哪一個字開始 第幾個字 第二個字嘛 第三個問題是 那你要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所以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函數 它的要點就是說 它問你幾個問題 比如三個參數 那就三個問題 那它會 你給它三個問題的答案 它就會最後把最後你要的結果 丟回來給你 丟到哪裡呢 丟到你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按確定 它會出現1 但是特別注意 這個1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個要點 這個1 跟上面這個1 有沒有不一樣 對 那特別注意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 文字的1 跟數字的1 其實是不一樣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在isail裡面 看到的是一樣的 但是你如果兩邊比對的話 會是不一樣的 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邏輯判斷 如果你那個等於1的話 因為它是這個雙引號 所以你可能要多加雙引號 如果你沒加雙引號 判斷結果會是錯誤的 這個可能要試一下 請各位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關先練習一下 然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綜合練習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玩玩看 反正有問題的話 我們還會再做解說 那主要就是利用這些 文字與資料函數 先把那個 瞭解這個整個文字與資料函數的 一個基本使用的一個 一個基本的概念 你會的話以後 即便你沒有用過的函數 我想你也可以很快的上 請你請下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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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